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市长谢国良相当关心全程参与结果突然改换场地变成视讯会议这过程的瑕疵 金融市长谢国良说前所未见深感遗憾相信金融市民无法接受 画面上是环保署办理台电基隆协和电厂更新改建计划第五次环评延续会议 审查过程中委员们在没有告知会议程序异动的情况下 以宣布中场休息的方式进行到其他会议室 透过视讯方式持续讨论审查作业 引来现场民意代表与媒体一阵错愕 并表达强烈的质疑及批评 质疑程序已经违反公开透明的原则 应该终止审查讨论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环评审查会议举行到一半 却另外安排场地 透过视讯继续讨论审查作业 这样的做法不仅前所未见 对于这样的行为 也表达沉重的抗议及遗憾 另外再找一个地方再继续开会 我们大概从来没有看过 有这样子的黄评会 没有觉得表达沉重的抗议 但是一下子是觉得很惊讶很意外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黄评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社区大学112年度春季班成果博览会 在仁爱国小举行 各班师生共同展现课程的丰硕成果 基隆社大也表示 开办24年来首度在全国评鉴获得特优第一 欢迎民众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 这次基隆社区大学的成果展 邀请了动态与静态的课程学员 一起来参与 现场热闹又温馨 尤其在舞蹈团体的表演 台下观众的掌声加油声不断 今天设计大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精彩的成果展业 那么有三十几个动态表演 三十几个静态的演出表演 我想基隆社大其实师生非常的热情 把整个学期的成果呈现 让跟市民朋友来做分享 基隆的社区大学特地来做这个活动 来做一个成果发表 非常对于我们所有社区参与活动的 所有好朋友们表示最高的敬意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自动自发的投入 自动自发的付出 我们的社会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而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会有一个更大的破洞 那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无法补足 基隆社区大学设立至今造福许多民众 而在各单位的共同祝福支持下 基隆社区大学开办24年以来 首度在全国评鉴获得特优第一 可见基隆社大课程经营是全国一流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报名课程 终身学习增广建文 也让身心灵更健康 那我想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做品质保证 基隆社大在今年三月初 我们教育部的审查奖励评鉴 我们跟基隆社大并列特优第一 我想这是一个中央学习品质的保证 深信基隆社大端出的每一门课程 都是最优质最精彩 那我们接下来在七月有暑期课程 总共有八十几个班 那么在九月我们有秋季课程 一百五十几个班 班班精彩 我们也欢迎四名朋友 那参与整个中央学习行列 让中央学习的课程带着大家丰富人生 我想中央学习行列 尤其基隆社大 我们也全宁社大来自询 所以我们的学员群 从十几岁到九十岁都有 我想我们的课程也遍布 不同年龄层的学习需求 包括我们市长打造有外城市 以及包括整个未来 在整个社会变化下的这种职能 陪伴 那我想基隆社大都有 当然我们也有关怀环保 关怀整个基隆的城市发展 这些议题的社团课程也都有 那当然现在很夯的无人机 AI 基隆社大也开出非常丰富的多门课程 我相信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各 就我们的学习需求 那我想都可以在这里选到课程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在带来关心国民党面临 患喉风波的同时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正式回归到国民党 受到党内热烈欢迎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表示 在这个关键时刻 郭美秀正式回归 可说是为国民党注入了强心针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为郭美秀披上战袍 在一起高喊国民党团结加油 亲民党基隆市议员郭美秀 正式宣布重回国民党 记者会中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 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书记长蔡旺连 副书记长余三发 曾继颜 吕美玲等人 都到场欢迎郭美秀回娘家 我刚刚有讲过 国民党跟亲民党本来就是一家人 只是 只是 只共背景的因素吧 美秀在外面这几年来 也学了很多 也做了很多大家有目共睹的 一些服务啦 那今天因为 国民党这一次 面对明年的大选 真的是一个很 艰困的一个选举 那美秀呢 本来就是我们国民党的一份子 我本身也当过当代表 第十九群当代表 所以说在这个时机 我 我想说回来 回娘家 然后进一点微薄的一些力量 让我们 台湾所有乡亲 用我们的行动 然后去服务 去大家团结起来 让台湾的所有乡亲 过好日子 这是最重要的 这次配奖的选举 看来是很轻松 其实实际上 还是有艰苦的一面 也是希望大家 务必一定要团结 让基隆市 在市长这部分 当然我们已经执政了 是由我们谢国良 我们市长 那在立委 在地方 在中央部分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的配奖 能顺利地当写 在国会替我们基隆市 争取更多的福利跟建设 今天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基隆市长部 来见证 我们优秀地方 优秀的这个美秀议员 能够重返国民党这个大家庭 那美秀议员其实 很早就是 我们国民党的一份子 他还曾经担任过 我们是九泉的党代表 那可是最让我敬佩的 是他 这几十年来 他的人生 我刚刚在跟他讲是奋斗史 那真的他 人生的这个历练 人生的这个经历 也磨练让他 成为一个非常能够同理心我们的民众 基层的民众 那今天在这样的时候 特别是距离我们 我们明年最重要最关键的这个选举 只剩下六个月左右的时候 我们有美秀议员 重新加入我们的团队 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一起来为 2024的 不管是总统或立委的选举 大家一起来努力打拼 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注入了一股强心争 那我们我也相信 在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明年的2024 不管是侯友宜 不管是林沛祥 我们在基隆都能够赢得胜选 对不对 从现场的气氛看来 郭美秀议员跟国民党的渊源很深 也期待重回国民党之后 能够团结更多力量 来帮助在地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 他也将全力支持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跟国民党基隆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来打赢选战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人来看 基隆又将增加一座室内儿童乐园 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别到暖暖区公所的礼堂进行视察 他认为非常适合来规划室内儿童乐园 为暖暖区的孩子们 打造一个室内的游戏空间 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 跟暖暖区议员 共同会看暖暖区公所楼上的礼堂 市长视察现场的环境后 认为非常适合来规划 作为室内的儿童乐园 参与的市议员 也都非常期待能够早日实现 这边的整个设备包括电梯 过去民进院跟我分享了一些 他曾经这个电梯的经验 电梯的安全性跟稳定性非常重要 但主要的目的是我们今天来看 现在位于暖暖区公所顶楼五楼大礼堂的这个地方 未来这个就是我们暖暖室内儿童乐园的预定地 那感谢议员的支持 我们的追加预算通过了 所以我们有预算来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来把它翻成像信誉室内儿童乐园 这样子的一个中型的一个室内儿童的乐园的 邮居的地方 那我们刚刚就在讨论 那希望我们在几个月以后吧 就可以从现在空旷的一个地方 变成一个暖暖区孩子们最爱的一个场所 那感谢各位议员在预算上的支持 很感谢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暖暖室内游戏场要开幕了 然后因为随着说暖暖区户外邻里的空间 游聚越来越少 那我们是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室内 好玩有趣的就是游戏空间 可以让孩子成长跟体验 那我们很期待 然后也很希望说 基隆市的友爱城市 可以真的发展成儿童友爱 邻里公园跟室内游戏场都好玩的地方 很期待这件事情的实践 感谢市长 那在我们暖暖区公所的五楼礼堂 预计要来设为这个暖暖区的儿童室内乐园 那我们也是热建骑乘 那也是希望说这个未来整个动线的规划 包含这个刚才的电梯 那因为曾经我就被卡在电梯过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电梯 不要因为电梯坏掉或故障 然后让大家就对于这个儿童新的 这个室内的乐园 就是有一个折扣或是印象不佳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个设置完 成立之后呢 会是一个孩子们的一个天堂 不然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都办在订想里面会堂 考量到就是因为区公所的这个相对老旧 然后跟电梯的这个设备也比较老旧 容易故障 所以说我们很多活动都办在订想里面会堂 那我们希望说 借由这一次的儿童室内的乐园 整个整修之后呢 那可以从整个电梯 整个区公所的行政中心的大楼 来做一个改善 那未来最终 我们还是说希望说这个整个新的行政中心 可以做一个全面的更新改建 这是我在担任议员第一届 都开始推的这个议题 我们未来会持续来推 恩典议员一直非常重视我们孩子的游戏权 那市长也一直贯彻这个亚洲最友爱城市的理念 一直在执行彻底 那么期待我们在暖暖区多一个孩子的放电活动的空间 那么大家大人小孩一起来体验 打造基隆市内儿童乐园 希望让孩子们在酷热的夏天或是湿冷的冬天 都能不受天气的影响 尽情在市内儿童乐园玩乐 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关心安乐区大五人公车后车停 因为老旧狭窄已经不服使用 安乐区市议员林沛祥 于三发 郑凯玲以及秦真 争取邻里建设经费 将重新新建后车停 并增加后车的停车空间 大五人公车后车停老旧 民众要等公车 只要遇到下雨 就会喷得全身都湿 上下车你看 车子靠人行道很近 他一走下来 而且又淹水 两难到底要不要下 是不是 所以请政府帮我们人民着想一下 因为安全问题是第一 而且这个后车停真的一下雨 整个是在淋雨啦 根本不是在躲雨或是避风雨的地方 很久了 太久了 已经很遥远了 而且这个地方 也地方太眨了 然后等行道也太低了 常常淹水 然后坑坑巴巴的 这走路都不好走 连我们好好的人走的都快跌倒了 都不小心都会踢一脚这样子 大五轮公车站牌 除了是基隆市公车必经之路 也是国道客运黄金路线 搬车使用率高 不过公车后车停已经老旧不堪 不仅后车时不方便 民众上下车遇到积水更是困扰 只有你很高啊 因为是老旧了 所以建许公车处 趕快更新啦 方便我们这些 大五轮地区的百姓里面 能够上下车安全 因为最起碰要有一个坐的地方 建议公车处就将 后车停加大加宽加深这样子 然后坐个椅子 让方便这些长者 能够上下车的时候方便再使用这样子 市议员林佩祥 郑凯玲 邀及的礼办公处 和公车处人员到场会刊 严谊将后车停加宽 方便后车民众遮风避雨 它不但是四条四公车会洗的地方之外 也是我们安乐区 甚至全西龙市最主要的黄金路线 1815跟9026必经的上下班路线 所以佩祥在这边会 未来会建议市政府尽快的 针对这边的人行的通行 还有污水的处理 包括下面可能会有积水的状况 去做进一步的改善 大五轮站这个因为年久失修 而且有点破损不堪 而且地面都非常的不好走 行驶非常 那个车来往的车量又非常多 所以经过两位里长的建议 希望把这一个大五轮站的站牌 能够再往扩增大一点 然后把它更新 让我们这边使用的居民 能够更方便的来后车 现在我们的公车处财政也有点困难 所以在这边我们安乐区的 我们四位国民党籍议员 凯琳佩祥 余生发跟秦真秦议员 我们四位国民党籍的议员 会努力来争取经费 将我们的建议经费 来使用在我们今天的大五轮站牌 经过现场会刊 将由安乐区四位议员 林佩祥 郑凯琳 秦真 吉余三发 争取邻里建设经费 重建后车亭 让民众后车空间更舒适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愿意 愿意公司规定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有求职房片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找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新二路往新一路交叉路口前 是一处弯道 由于距离不到50公尺 驾驶人一转弯 如果碰到红灯 往往来不及反应 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急煞 甚至碰撞意外 市议员陈宜 向交通处争取 在转弯处前 设置前方预告后置 事先提醒驾驶人 入口后置的变化 放慢速度 小心行驶 后面上这台机车 差点就撞上前方一辆 因为入口耗置红灯 而临时左转的机车 机车驾驶生气的骂了一声 这里是新二路5号前 由于这处弯道 距离前方 新一路与新二路交叉路口 不到50公尺 只要入口耗置一变红灯 新二路的车辆 一过转弯处 往往来不及反应 一旁的肉园店老板说 气机车急杀 甚至碰撞的意外 几乎天天上演 当地里长也对此相当忧心 对 常常看到吗 对啊 一天都有好几次 有时候都不吵架 一个弯道 弯道过来 马上就看到红利灯 红利灯在这里的距离 不到100公尺 大概就是 6、70公尺而已 所以会转换 会来不及反应 所以常常发生这样的问题 希望能 几乎每天都有 在借货地方反应后 金融市议员陈宜 邀及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家居交通队等单位到现场会刊 最后决定 9月底前 在转任处前 装设前方预告号制 提早提醒驾驶人 注意号制变化 经民众的反应 新二路5号前面 它其实就是 只有20公尺长而已 那新二路 其实常常一直线 到新二路5号前面 只有20公尺长 但是 通常民众都还 来不及反应 来刹车 来坐这个红灯的等待 因此呢 陈宜建议市政府 来装设前方预告号制 那预计呢 是在今年的9月底来装设 那民众呢 会看到 前方已经红灯了 然后车速就不会再加速 另外位于 信二路36巷口 正对中兴国小 进出巷道的 这一处反光镜 因为已经失去 预警作用 加上自驾老旧秀石 在陈宜邀及会刊后 金融市方面 也决定 进行内予以拆除 以完善周遭用入环境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永续希望工程慈善协会 从高雄北上 捐赠了一部灾情勘察车 给金融市消防局 针对不同灾害类别 携带适当的装备 完成紧急应变 永续希望工程慈善协会 发挥扶老既幼 企业回馈社会责任 勇敢于地方 消防局勤务繁重 车辆需要太久换新 因此展开了全省捐车行动 这次他们来到金融市 捐赠的是灾情勘察车 说实在很感谢 金融市消防局给我们 服务的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支持着我们 举之社会的精神 继续服务我们全台湾 希望每一个兄弟 每一个社区 都有幼稀希望工程 由于金融市的地理环境十分特殊 许多的住宅区都在丘陵地带 当灾害发生时 灾情勘察车 可以协助指挥官 迅速抵达灾害现场 我们非常感谢高雄市 希望工程慈善协会 那他们是在高雄市 那我刚刚也有跟理事长讲过 我说一般的民众最喜欢捐救护车 那他们能够针对我们消防所需要 来捐赠灾情勘察车 供我们消防通人使用 我们很感谢 而且一般在地 几乎都是只捐赠给在地的 他能够捐赠到全省各县市 尤其是像我们基隆 我们是真的是资源的部分比较不足 所以很感谢他们捐赠车辆 来给我们使用 早的时候因为我们 在捐赠救护指挥车的时候 真的有救过人 救过人 所以说实在有那个发想 因为大家说实在做战事 说快点你要有那个救人 那当然你救护车来说 说快点应该可能有很多 那那个指挥车的部分就比较少 所以我们经过讨论 捐赠一事由基隆市消防局副局长 翁玉英代表接受 并回赠感谢状 包括市议员陈君佐 吴华嘉 特别感谢企业回馈的理念 我们基隆市消防局最需要 因为我们基隆的山还蛮多的 所以你说 勘灾车重不重要 很重要 一般我们的 捐赠的东西都是消防车 还有救护车为主 那勘灾车其实是很少 那也很感谢我们永续工程 希望协会 关怀协会的捐赠 那听说他明天 过几天也要到宜兰捐赠 那不是只有第17台 勘灾车 18台 19台 20台 陆续都会有 因为其实我们基隆市消防局 在这几次我们的市议会开会的时候 其实我们议会非常关心 基隆市的消防局的 不管是人员的设备呢 还是宿舍 以及工作环境 和我们的车辆等等的设施 还是有需要补足的地方 那项目个人的话 就有另外在协助我们的消防局 同仁的宿舍的一些设备的补充 那就我了解我们其实其他议会同仁也是很努力在积极的协助争取这样的东西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这永续工程慈善协会呢 这么热心的助人 那捐赠了一台这个消防的勘察车 确实对我们基隆市消防 消防局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善举 所以也希望说有各界的人士呢 如果有医院想要捐赠任何的物资的话 也希望可以捐赠一些我们消防局需要的东西 这次捐赠的灾情勘察车 命名为永续17号 优异的性能可以深入灾区勘察 并做好防灾工作 将财务的损失和人员伤亡降到最低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金融市税务局在暑假期间 推出了小小租税主播营 不只学习主播的播报技巧 更从播报内容中学习税务知识 孩子们勇气十足坐上台 播报云堆发票存载具 公益发票房屋税等税务知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雨翔 欢迎收看租税新闻 与中家宽平集荣合作 金融市税务局在暑假期间 推出小小租税主播营活动 两个提示孩子们从幼子发音到一阳顿挫的练习 最后坐上主播台 我学会第一次当主播 然后紧张的时候可以深呼吸 我觉得当主播很有趣 而且可以第一次体验 我当主播很开心 主播里面学到很多租税的知识 我很喜欢当主播 我在主播里学到很多租税 让我们可以认识候制 我在这边看到很多的摄影机 当主播很开心 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透过珠税主播营的活动 孩子们学习到税收知识与重要性 进而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 和良好税务意识的公民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